晚安 你好 欢迎收看4月19号的台视 五间新闻 我是沃海文 双北清晨不平静传出至少11声的枪响 疑似帮派诈骗黑吃黑 两派人马约在台北市双城街谈判 结果谈判破裂 其中一方拿出了枪支 在台北市开枪了两次 即使车子爆胎上了拖吊车 沿途还在新北市板桥又两度开枪 之后带律师主动到派出所投案 警方现在拉高墙级侦办 深入追查这背后的另一纠葛 凌晨1点25分 银色轿车开到台北市双城街停车场 车上下来男子二话不说连续开枪 被开枪的黑色轿车沿路逃往新北市开 到板桥文化路二段停在路边 又被开了好几枪 车轮爆胎上脱掉车 还被追到长江民生路口 整个晚上双倍枪声不断 凌晨2点半开完枪 一个半小时之后 嫌犯开车直冲警察局大门 车上两个人主动投案 连律师都联系好了 根本预谋犯案 初步调查 开着黑色轿车的苏姓男子 和薛姓男子被寻仇 林姓男子开车载着开枪的无姓男子 双方疑似是因为名人会的金钱纠葛 出面谈判却协商破裂 无姓枪手疯狂追逐 从台北市双城街开枪之后 沿途经过海霸王又开枪 行经滑江桥 黑色轿轮胎因为被射中开不动 上拖吊车进入新北市 还在板桥两处被开枪 前前后后至少被开了11枪 我们找到了11个弹壳 但是车子上面总共有10个弹孔 双方都有毒品 妨害自由 伤害等相关前科 主动投案之后 对金钱纠葛的来龙去脉 却之无其词 讲不清楚 新北市警方怀疑 背后有诈骗的庞大利益纠葛 拉高层级 深入追查 这11枪根本就敲响治安警钟 记者刘四张士奎 新北市报道 令Cu 团栏